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哦 先問江醫師 我剛剛講 這幾年這些野菜都很受歡迎 像夏天很多人吃涼拌的這個龍鬚菜 像這一個水蓮 很多海產店都很受歡迎 然後我手上這一個佛手瓜 也是這幾年很夯的 這個食材的選擇 那各式各樣的這個野菜都有 它特定的營養價值 以佛手瓜來講 事實上很讓人意外的 在蔬菜裡頭 它竟然也富含蛋白質跟鈣 沒錯 它的蛋白質跟鈣 是一般瓜類的兩三倍 所以它的含量是高的 那像這樣的蔬菜 在我們的醫療裡面 有沒有什麼角色地位 我有一個病人 63歲左右的一個男性的 糖尿病病人 那這個病人比較辛苦一點 就是說轉到我們手上的時候 他已經用了四種糖尿病的藥了 他就一天吃糖尿病藥 都已經吃到八九顆了 你知道嗎 所以他幾乎把每一種糖尿病藥 都用到頂點了 可是血糖還是不好 泛酪血糖動輒兩三百 三四百 然後泛酪血糖 通常都是一百六以上 到甚至兩百五 那我就建議病人說 那不然你打針吧 因為這樣子真的不行 久了怕會有病發症 不要 病人最大 他不要你就沒他辦法 不要 好 那我說好 那你不要 那你總能做一點改變吧 第一個事情當然就是 晚餐之後要運動三十分鐘 第二個叫他說吃晚餐的時候 吃任何餐的時候 飯要放到最後一塊吃 那這個在研究裡面 可以發現可以這樣講 最後我跟他講說 你可以在你的餐食裡面 多加像佛手瓜 葫蘆瓜 絲瓜這些東西 那這個東西在研究裡面 可以有效的降低餐後的血糖 好 那他這樣弄的結果 我們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做這個生活的小改變 他的飯前血糖就從 動輒一百八兩百多 他降到現在一百三一百四 還是不好啦 可是至少已經可以看很多了 那飯後血糖就兩百三百四百 的程度降到一百五兩百之間 這這樣子來講 就可以發現說 其實對這樣的病人來講 當你沒有辦法做 其他醫療的選擇的時候 這樣一個簡單的菜 對他的幫助就很大 那我們來看看 佛手瓜的小孩子 叫龍鬚菜 真的喔 佛手瓜長出海的菜就是龍鬚菜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把 龍鬚菜長出海的瓜 所以他們是母子喔 對 哎呀好 真是感人 那其實像龍鬚菜長的東西 你看就知道 其實這好處的扇纖維是很高的 對 他有二點三公克的海 三十千五 當然熱量就很低啦 這一把菜 一點點 卡洛里素根本一口飯的 比他還多 那他還有相當量的鉀離子 還有鎂離子 甚至於還有一部分的鈣 他維生素A含量很高 這是他的特點 所以呢 其實像糖尿病病人 如果多吃這樣的瓜果類的 野菜類的東西 對他控制血糖會有很大的幫忙 不要只記得想吃飯 不過講到這個蔬菜裡面的營養 我有一個七十幾歲的女病人 那他因為吃宗教素 所以他是奶蛋都不能吃 有一次來看門診的時候 我看他把輪椅放在那個門診外面 然後人走進來 我問他說 你為什麼需要做輪椅 他說沒有啦 就是體力比較虛弱 結果我手一摸他的小腿 好稀吧 我就在門診幫他抽個血 結果他血中的白蛋白測起來就3.5 哎唷 那這個就已經是正常的低限 你知道嗎 這個就基本上在台北市 已經很難看到這種人了 就是基本上是營養不良 那我跟他講說 你不能再這樣下去 再這樣下去 你變成一個沒有中風 而需要坐輪椅的人 這不很可惜嗎 對不對 你本來可以趴趴走 可以坐捷運到處去看 還不用錢對不對 因為年紀大了 坐捷運都不用錢了 結果你現在變成要坐輪椅 那怎麼辦 要坐計程車 那後來他問我說怎麼辦 可是我反正我也不能吃肉 我也不能吃魚 那我的奶我也不能吃 那我來跟他講說 其實蔬菜裡面 像山蔬 綠花椰 白花椰 再加上其他豆科 這個蛋白產量是高的 像山蔬這個 每100公克都有3公克的蛋白質 綠花椰大概2.8 2.5左右 也不差了啦 當然你如果再多吃一點豆類 像荷蘭豆這些豆腐 又會更高 3.8 4.0 5.0這樣的程度 那你這樣就可以逐漸把蛋白質 補上來 沒有蛋白質 你再吃其他東西 再吃再多飯 你不能解決你目前這個蛋白質 缺乏的嚴重的問題 那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這種野菜 為什麼有特殊的這種營養地位 你知道我們大部分的菜裡面的蛋白質 都很低很低 它的蛋白質3公克 這個在菜裡面已經快到頂了 算高的 對 非常高了 那你在下面比就是要比豆科的 不然的話菜也很難的比它更高 當然它那麼堅韌的東西 它當然有很多的膳食纖維 所以它當然也可以幫助你 避免的便秘啊等等的問題 那它甲離脂比鈉高很多 這個蔬菜的一個好處 就是說可以疏傷你的血管 避免血壓高的問題 所以這樣子一個叫菜 叫它好好吃之後 我記得它大概花了三個月的時間 它白蛋白從3.5左右 升降到差不多3.9 然後你看它走路就比較順利的 就不會動不動起來要浮 那沿著牆走都還要再浮一下 你看它都對自己非常沒有信心 那現在它就可以自動自發的 在路上再走再走去 所以我覺得對老人家來講 蛋白質攝取過地 一次臺灣老人家常見的問題 我們正常人一公斤體重1克 1.2克就很多了 現在有研究認為老人家 應該吃到1.6公克 所以像他這樣吃素的人 就很容易陷入嚴重的蛋白質 營養不良的去範圍 不過要講到說吃菜 有時候菜本身的藥理作用 你真的還不能臨床上呼吸它 如果有個老病人大概69歲70歲左右的老病人 那他就反覆的尿乳感染 那他在其他地方就反覆用很多的抗生素 那尿乳感染本身因為他 坦白講月已經停了 那尿道口就已經鬆開了 那就細菌就跑進去了 那這個就是門壞掉 不能修的門 那怎麼辦 那我們就想說好 那既然用抗生素 每次一停藥就再來 那怎麼辦 後來我們就建議他吃一點天然的抗生素 我們叫天然的抗生素 第一個像我們很出名的像大蒜 像蜂椒 還有這個東西 什麼天然的抗生素 這個馬齒腺本來就是一種天然的抗生素 就我手上這一個 對 這個東西其實在台灣也很常見 那他本身也是野菜的一種 那他也含有豐富的蛋白質 可是最主要是他有對抗細菌的功能 那他也可以抗血脂抗發炎 那這個病人因為他不能老是吃抗生素 所以我們就叫他吃馬齒腺大蒜這些東西 我叫他每天要吃一份 然後呢這樣兩個禮拜之後你再來看 他的小便中的白血 就從三架變成五到十顆 就變成很少的量 那他女兒也講說他媽媽的尿就沒有那麼臭了 因為你想想看如果整天要都很臭 其實心理壓力很大 所以可以顯見說這種食物裡面的天然抗生素 對我們身體有很大的幫助 不過最後講一點就馬齒腺本身 也不能來打綠拿鐵啦 在國外有爆發過兩粒的馬齒腺打綠拿鐵 然後直接極性腎衰竭 然後變得永久需要洗腎 等等等等為什麼 因為他的草酸含量達到每一公 100公克裡面一公克是草酸 所以打綠拿鐵 他整個草酸就會吃進去 對 然後如果是用草的或者水煮的草酸就會溶解出來 水煮大概只剩下五分之一的草酸在裡面而已 那直接打綠拿鐵很危險 這個菜是絕對不能拿來打綠拿鐵 等等針對綠拿鐵我問你 我覺得現在江湖上好多人在打 而且有些人的菜未必是熟的 有一種打法是汆燙完綠色的蔬菜 熟了之後再放到菠菜汁裡頭打 有些人還打生菜 什麼樣的人不適合喝大量的綠拿鐵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哪些菜你要打的時候 你可能要考慮要熟食熟菜 第一個有機素菜一定要熟 因為有機素菜很容易長瓜牛 所以它裡面有寄生蟲的問題 所以很多時候會有很多廣東住血腺蟲 這種致命性感染的風險 好就是說生菜就算是有機的 表面可能沒農藥 但是沒農藥並不等於沒有寄生蟲 對 所以這個第一個要小心 第二個問題是腎臟功能不好的病 絕對不能吃綠拿鐵 因為它甲力也是高的 它草酸也是高的 這兩個都是很嚴重的腎毒物 在國外大概有十幾例報告打 菠菜做綠拿鐵打到腎衰節去洗腎 等等等等 來腎臟不好如何定義 就是比如說有些老人家去檢查 就會說腎功能剩下30分40分 就是多少分算是不好 60以下就三期之後的腎衰節 大概就已經沒辦法負擔 炒酸跟甲力子的負荷了 真的 對 所以60以下的人已經完全不適合吃這樣的東西 好 那等於60以下的這種人 你們吃菜可以 你們菜湯都不要碰 對 因為譬如說你炒一個菜 那那個炒酸可能都在那個菜汁菜湯裡 對 而且最主要是說像菠菜 如果它只汆燙的話 它炒酸只去掉五分之一 還是太高 還是對腎臟科的病例會產生太大的危害 那最後提一提一下說如果你有癌症 或有些人在吃免疫制精類固醇 這些東西的人 他通通不適合吃綠拿鐵 這種沒有煮過的東西 他一定要燙過才能下去打 好啦 簡單講這還是回到有點類似這個孕婦 或者癌症病人一樣 生食是看個人的免疫條件的 免疫條件不好的人 所有的生食能免則免 除了比較安全的水果之外 對 因為水果大部分有皮 但是